莫基亚7380 5G概念机重新构想了历史上最奇特的手机之一 大家好 这里是分享全球数码科技前沿资讯的希克叔叔 莫基亚7280和7380口红手机是它最奇怪的两款产品 它将遵循口红形态的设计风格 并将配备顶级音乐和专用的音乐控制快捷键 它将配备2800毫安时电池 并具有快速无线充电功能 莫基亚7380将配备5.1英寸全高清加显示屏 大新型玻璃 拍摄方面 主摄配备50MP主后置镜头传感器 还提供13MP加8MP前置摄像头 利用梯形棱柱等有趣的几何形状而不是举行盒子 并放置了一个稍高的屏幕来覆盖整个表面 它仍然太小 无法执行任何高效的操作 例如发短信甚至浏览网页 刷视频等 需要适配针对屏幕宽高比定制设计的应用程序 以提高使用手机时的娱乐性 简而言之 它就像一个时尚的运动相机 可以播放音乐 也可以打电话 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谁会首先想要购买这样一款好奇但不太实用的智能手机 是为了情怀的中青年群体 还是猎奇的最时代人群呢 欢迎大家下面评论区聊聊自己的想法 感谢点赞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